2003年的版本以前 他必須要自己用 就是爭議級的方式 要引用進來才有 可是在2007以後 Eday函數就已經 被我們加進來了 那特別注意 那如果奧運時間 我們把它改成2020 所以你們的 應該是2016 你把它改一下 那奧運當天 奧運的前後三個月 那前後三個月 特別注意 如果以前的 傳統的做法是 比如說奧運的 後三個月的話 如果按照傳統的做法 你必須先用 Date函數 再包YMD函數 總共會有四個函數 才能夠做 那個月份的計算 OK 那當然 標準做法是 第一個 Date 它會跟你 問你說 你year是哪個year 但你不能直接指這個 因為指這個的話 它會是 年月日通給你 那怎麼辦呢 你變成外面要什麼 再包一個一爾函數 好 一爾函數包完之後的話 它才會是抓裡面 正確的年 那一樣啦 月份的話呢 就是這個地方 外面要加一個曼時 前後再把它刮糊起來 抓到月 那日的話呢 一樣這個日期 外面要再包一個Date 那你包完之後的話 你才有辦法在這邊 去做年月日的計算 比如說我今天要 月份 加三個月 在這邊加 這樣才對 這個是比較傳統的做法 那加三年 這邊可以加 加三天 也可以在這邊加 加減都可以啦 但你如果這個地方 加 加十個月好了 那你會發現 後面會跳出是十八 不過 它還好 它蠻聰明的 它會自己幫你敬畏 OK 所以這個地方不用擔心啦 那我們這邊三個月按確定 好 做出來 當然OK啦 可是問題比較麻煩 如果你用Eday函數就簡單多了 Eday函數怎樣 它會問你說 STAR DAY 這一天 幾個月呢 三個月之後 按確定 結果 也會是一樣的 所以你會發現 那個Eday函數 簡單多了 就給它一個日期 跟它講三個月 但是Eday函數呢 它只能夠針對什麼 只能夠針對曼時哦 OK 月份 但是如果 什麼 比如說包含奧運 三年之後 怎麼辦 沒有 沒有一個什麼Eday Eday 針對是Y E的部分 沒有 三季之後 沒有 三個三週之後 也沒有 那怎麼辦 制定吧 OK 所以如果說 像這些 你工作上很常用到的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呢 自己去制定 那這個因為 我之前有同學問到了 所以我乾脆就直接怎麼樣 幫各位把這個 這個制定函數給寫好了 那因為這個複雜度 稍微高一點點 所以請各位 可以自己參考一下 雲端上面 在這邊 有一個叫 自定 增減年 季週的函數 總共會有 三個函數 那我這邊定了一個叫 Eday的Y Eday的Q Eday的W 主要的目的是 可以讓你 很簡單的去計算 比如說年 你給我一個日期 幾年之後 我幫你算完 幾季之後 幾週之後 那其實裡面 主要是用什麼 用VBA裡面的一個函數 叫 day add 這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 其實它裡面有說明 如果有興趣同學 可以按F1 裡面它就有相關 我是按照它的說明 把它需要的東西 寫出來之後 就可以達到 我們要的預期目的 所以這個地方 Ctrl C 一下 那我可以把它貼到 我的 這個程式裡面來 把這個地方貼上 貼上完之後的話 那我就可以利用 這個函數 去算出 插入函數 使用者定義 裡面的話 有個Eday的Y 這個我們定義出來 然後會出現 給我一個日期吧 奧運當天 幾年之後 三年之後 按個確定 當然它返還 還是一個數字 不過你格式 你要自己去改一下 格式就可以了 那這個地方 就三年之後 2023沒錯 那如果三季之後的話呢 那你一樣可以用 那個 Eday的Q 那一樣給它一個日期 給它三季 它也是會給你一個 那個 就是數字啦 你把它格式化 三週之後 以前沒有那個三週 那你怎麼辦呢 一樣給一個日期 給一個三 幫你自動算出 三週之後 哪一天呢 OK 那這樣的話 就簡單多了 那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算時間 在那個 Excel裡面 也沒有更好的 函數 所以我好像在 雲端上也有什麼 再多一個 E 不是E Day E Time 做什麼呢 幫你去算時間的 OK 可以算什麼 10分秒 這些東西啦 那 那 這個地方的話呢 10分秒 日期的時間 日期跟時間 其實算法 有很多地方是相同的 剛剛我們講過 就是日期 實際上是一個數字 那 時間的話 在後面這個地方 Time 其實Time 它裡面呢 也是數字 不過是小數點 因為一天24小時 剛好就是 E啦 就是日期 E對不對 那實際上這個E 如果就時間來看 一個小時 有沒有 實際上就是 就是 1除以24 就是說 那所以我這邊 有放 因為 1除以24 不會整除 所以我用那個 3個小時 0.125 假設 0.125 一直到底下 這個 這個往下 一直到1 一直到1 假設這樣 0.125 然後再往下增加 然後增加到1 那如果說 我今天把這個Copy 其實把它貼到旁邊 兩個 對比一下 按右鍵 出成個格式 你如果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時間的話 你會發現 我有AMPM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呢 它就會自動幫我顯示出來 有沒有 也就是說 其實啊 那個時間是什麼 時間是小數點 裡面就是放小數點 那也就是說 它從第一天 是從0開始 就是凌晨的12點 它時間裡面存的就0 那3個小時之後呢 又多0.125 在3個小時又多0.125 一直到 就是隔天的話 剛好就會多1 那1剛好就1天了 OK 所以它的概念是這樣 裡面存的其實就小數點 那至於它要怎麼算 基本上 因為時間的關係 觀念上差不多 所以我們大概 跟各位講 基本上它也是會需要一個 Time函數包起來 但是你要做加減 一定有一個out函數 mini跟second函數 如果你要加減 比如說52秒之後的話 請記得外面包一個 Time函數 52秒記得在second後面加52 它就52秒 所以特別重要 因為Time 它目前沒有像那個Dedif Dedif 沒有一個叫什麼Tidif 如果Tidif就好了 可是如果沒有啦 我想過啦 你可以要制定一下吧 那怎麼制定 你自己稍微寫一下 這應該 我現在應該不太困難的事情 那時間的話就是 Time外面包在這個 Hour mini 有沒有 在這個地方加12 10個小時在這邊加 OK 那如果兩個時間的話 就更麻煩了 Time 兩個時間相加 相加 相加 外面一定是 這個一個Time函數包起來 所以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大概就是用比較快的方法 讓各位理解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有關那個時間方面的一些相關的計算方法 我想各位可以先試試看這個地方有關剛剛講到的這個E Day函數 那我有延伸有三個 那E Time部分的話 當然我有另外再延伸也有那個E Time函數 其實也可以幫各位做一些時間的計算 這個E Time函數可以拿來用 時間部分 那待會的話呢 可能再來就綜合練習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家 試一下 主要是了解一下 有關那個E Day函數 那這個E Day函數呢 在我們綜合練習題裡面也會用到 比如說呢 在年曆裡面呢 假設我有一個2017年的1月1號 那我要算出2月1號 3月1號 是一直到12月1號的話 那其實我們可以用那個E Day函數會比較快 每個月的第一天 可以用E Day函數